但是我们生活的都市里 却不断地把树砍倒来盖房子 或是把地面铺上水泥和薄油 甚至把河道或排水沟掩盖起 把原有的湖泊湿地填平 让水分不能征散 结果就会像干掉的纸一样 一点火就烧起来 第二点的话主要就是整个人的活动 因为都市化的结果 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个市中心 大量的建筑物 钢筋混凝土 蓄热的材料 以及地表很多的工厂铺面 还有汽机车所排放的废气 以及空调系统所引起的热排放 这些因素都产生了空气中非常多的热气 到了夜晚 这些材质会散发白天储存的热 这是形成热稿效应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人工建筑物对太阳辐射 及人造热源的吸收 那第三个的话 整个都市的密集 所以没有风 没有办法产生流动 所以我们要增加都市风浪的建设 这里是大家河滨公园 台北风场最好的地方之一 感受一下 这才是最自然 最舒适的台北的气候